因为疫情损失惨重的南韩餐厅业者走算松一口气 南韩政府宣布提供小商家每户500万韩元约台币12万的补助金 只是这波纾困却排除旅游业者引发抗议 更多商家早已撑不下去 拉下铁门贴出招租的广告 根据统计南韩自营业者雇佣人数一年内大减6500人 30到40岁的劳动主力人口还呈现就业负成长 南韩疫情现象还有面额最大的5万韩元纸钞流通率大幅降低 研判是现金交易减少被民众囤积加重 南韩近期也面临境外移入暴增的现象 像先前曾到美国参加CES展的人员中累计已有超过70人确诊 而美国则是检测站大牌长龙 各级学校的筛检需求持续攀升 至于单日标破35万确诊的法国冬季销售惨兮 巴黎商家的购物人潮明显变少 在德国单日又创下破8万例的历史新高 连总理都倾向实施疫苗强制接种令 不过这之前得先经由国会辩论后才能确定要不要实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也要开启小铃铛哦